hello 欢迎学习爬重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知识点 就是处理这个不信任的SSL证书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虽然这个网站是一个HTDS的协议 当时的话它是一个不被CA认可的一个这样的证书 就是那个证书它是可能是自己发布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去爬取这个网站上面的数据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给它传立一个参数 叫做Verify等于这个Force 就是说验证不需要去验证那个SSL证书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之前这个12306的话 它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一个这样的网站 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在访问这个收票这个地方的话 它这个地方会打个叉 它这个地方会打个叉 但是很不幸正在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就已经这个证书是已经经过认证的 那么是一个就没办法测试的 就没办法测试的 好吧 那么以后大家再碰到这种 就是说如果它使用的是HTBS 当时这个地方它打了个叉 那么代表的是这个网站 它的那个SSL证书 是不是 不是一个合法的证书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爬取上的数据 你就应该要将这个Verify 让它等于这个Force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提一下 就提一下 本来的话我是打算来掩饰一下这个 当时我发现我在也 我在发现我在写大面的时候 无论怎么写我都可以 我都不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都不会报错 那么我就奇怪了 是吧 因为这个不行的呢 对吧 然后打开这个网站看一下 原来这个证书是已经 一个合法的证书 他自己申请的 申请那个新的证书 就 就不会报错 就算如果你反问一个 不合法的证书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给这个三数 他这个地方就直接被报错 那么的话你就把这个东西 设置为Force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就提到这里 提一下到这里 好 这个东西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